2024大選倒數衝刺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何友宜 接受了近週刊的專訪 他認為未來總統 一定要先穩住兩岸關係 才有經濟發展 然後他也駁斥親中賣臺的標籤 他強調自己走的是臺灣中間路線 並沒有親中路線 更在訪談中三度喊出反對一國兩制 我走的是臺灣中間路線 沒有親中路線 我走的是合中路線 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一下子彰就是跟大陸和平相處 因為他們的制度 我們用我們的制度 我反對一國兩制 現在先說我反對一國兩制 我再說一次 我反對一國兩制 說三次 有清楚沒有 我是寫法律的 一切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來做 憲法怎麼規定 就怎麼做 什麼共識也好 什麼協議也好 什麼條件也好 只有兩個法律 一個中華民國憲法 一個兩岸人民關係料理 現在是前臺灣人 相對的共識 我就是按照這個法律 來執行所有的事情 我可能有親中 你再給我看看 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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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中 我看 真的找不到人 我告訴你 正常台灣脫鞋 從頭到尾就在這裡 拿一支錢 保護台灣保護這麼多年 現在還用 現在在拚是在拚台灣的平安 我也不想在那邊 操命人家 你一句來我一句去 說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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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好 我沒辦法這樣說 那沒必要的事情 我們 真的做事情 讓它穩定下來 不要你一句我一句 沒有好話 除非鞋標 待會待人回小人回酒 就會出事 現在台灣面對最重要的 就是兩岸關係 你沒有兩岸關係的穩定 你不要談其他事情 所以第一個最重要 兩岸穩定 兩岸穩定 不是我們 大家自己在說 全世界也都在說 台灣其實就是一個 地人政治 非常明瞞的地方 再加上 俄烏 以巴戰爭發生以後 全世界更關注 不然你說美國的 軍員 他有可能 跟他內入在裡面 對不對 以色列他也內入 藍藍他也內入 我們 台湾也內入 金屬原子的地方 不然你如果 民進黨也要那些緊張 兵力延長一年 所以其實 台灣在所有的國際 大家所有的專家 協著分析 這是一個衛爆彈 這是一個衛爆彈 現在有四個衛爆彈 已經爆了兩個 還有兩個沒有爆的 一個是南韓跟北韓 一個就是台灣 面對大陸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2022歲的總統 李隆煌要怎麼穩定下來 真的是台灣人 真的要最關注的是這個 也許有人不太關心 說啊 什麼都不會打 你知道他把會打嗎 不知道啊 如果發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不要說惡無戰爭啦 那後來美國也說啊 警告他兩個禮拜前 就是說 情報顯示會打 他們也不相信啊 完全是在這種不相信 而且既然會發生 我請教一下 戰爭可以給萬一的機會嗎 戰爭是零機會喔 不是犯罪零容的 戰爭只要一發生 世代絕囑 無止無盡的傷害 永遠沒回來 所以台灣 金布局兩岸不穩定 金布局現在每天戰績飛過來 稍微不小心我們的戰績飛上去 如果沒收拾 那時候沒辦法打 這是最重要的 不管人怎麼說 現在只有 也許只有百分之五十相信會戰爭 百分之五十不會相信戰爭 就算百分之十會相信 百分之五會相信戰爭 我們就不可以讓這個發生 如果兩岸跟戰爭議題 侯友宜在接受鏡中刊專訪的時候 也多次提及了年輕世代低薪 而且買不起房的困難 尤其現在房價漲比逐年貪生 薪水就算漲了 還是難以成功買房 侯友宜不只拋出了 青年首購零頭款的利多 甚至鼓勵企業能夠多替年輕人加薪 只要肯加 營業所得的扣底稅額 就有望升高 他明確的推銷自己 如何改善低薪 跟解決少子化的青年政策 所以房價的占比 所謂占比就是膨脹的速度 將近百分之九十 阿扁時代才百分之二十二 馬南九時代百分之三十六 他的速度這麼快 所以薪水有沒有漲 漲一點點 趕不上通貨膨脹 更趕不上高房價 對啊 年輕人怎麼會有機會跟希望 像我今天推了一個叫做 攝帶免利息 利息賣了 就在艱苦了 你再把利息賣 那些人賣了 不然你行 八年到十四年在行中 你再把利息移動不了 而且那些 我平安起來一句話 勞動部通計 那些我看得也很艱苦 四分之一的年輕人 新鮮人 他領的薪水是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才多少 他還要繳 貸款 攝帶 這攝帶他學生欠的銷 你不要說兩千幾到六千幾 兩千到六千也是一筆錢 你要付房資或付水電 要付吃飯錢 平常說他要付錢 所以為什麼說一千五百萬名 投機館 如果你想看看 投機館就是那一桶金最難承 你承了五年六年七年存完了 房價不夠背得多了 你還不買 那些投機館變成六百萬了 本來房間只有三百萬 一張又抗一倍六百萬了 你存了三百萬要付到六百萬了 你五六年能夠存三百萬 就很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說太厲害了 所以你以現在趕快 除了我們要抑制房價以外 你說房價把它抑制到很厲害 很難 希望他不要漲那麼快 房長嘛 你去買 給房長的速度 趕快可以賣出的機會 再加上 我一直鼓勵企業 要替年輕人加薪水 加薪水的方式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上市上櫃 他的稅後營養 超過百分之後 來為年輕人加薪水 他的營業所得的擴充 我就對百分之後 剩到百五 那中小企業 他都是傳產中小企業 我在擴充 我就給你剩到兩百 百五給你剩到兩百 那三十歲的人加薪水 我提高到兩百二 鼓勵企業 我敢給你掛水 你為了年輕人加薪水 其實這些年輕人最需要 就是這些事情 再加上結婚以後 要不要生小孩的問題 生小孩 我就講 生小孩 最主要你還是 除了買得起外 你還是要提供更多的 多元住宅的方式給他們 房子最重要 房子也省起來 所以我不是去工業區 我開始工業區跟他老公仔 工業區跟他老公仔有個好處 主主不賣 你剛才在工業區 你自己 我辦公室在這裡 我嫁給他去一堂 我自稅給你優惠 融機給你獎勵 那你公司就蓋一棟 給你的原公室的家庭 在裡面 還可以幫我做托兒所 可以做托嬰 可以做幼兒園 可以做日照 過樓的 過樓的 實在還蓋一個運動中心 在裡面 好 完美 那不是很好 你怎麼樣讓年輕人 多了解你 其實 你要多接觸 真的要多接觸 我以前在新北市 嫌棘的時候 我年輕人支持力都六成以上 對啊 都六成以上 那我最近才一兩成 我也是覺得說 我們可能做了一些政績 大家還沒有看到 或是跟年輕人的溝通 還有帶大家一起去努力 會不會都這樣說這個事情 因為年輕人的聲音 我雖然知道 我們也願意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年輕人有沒有感受到 知不知道 這又是一回事 在這段專訪中 何友宜也很難得的 談到了跟家人的互動 他透露低調的太太 就連新北耶誕城 都不願意他陪著逛 那如今他參選總統 家人會不會出面站台輔選呢 何友宜說 尊重家人的意見 人家養成一個好習慣 我當刑警的歲月 我辦的案子他不會問 更何況警察所有相關事情 他都不會問 他覺得問 不是他該做的事情 第二個案子本身 我就不想告訴他 他也不會想問 所以他都不知道 我外面抓歹徒 多辛苦多為難 直到有一天 去看到陳信心的SNE車以後 他去買菜被人家罵一頓 蛤 你還有心情買菜 你老公在電視店裡拚生死了 他才知道 哇 哇 幾十年你都這樣做在抓人 你回家說抓人 不然說什麼 就說人抓到這樣 他才原來知道說 那一幕是這麼危險 所以那一幕讓他開始擔心害怕 所以以前不要問 我在推動市政的工作 其實有時候我心情好 就講一講市政工作有沒有成效 啊 你要過來 心北方的夜店怎麼搞得不錯 你來跟他走走看一看 他自己也不需要我背 他說我背你 是人看我 對不對 他看不看人啊 他變動物園啊 那何必呢 他一個人自己跑去看一看 多開心啊 那路邊吃東西也沒人理他 對不對 跟我在一起 那不是更累嗎 他不會活得更辛苦嗎 有什麼好處 小孩子也不是這樣想嗎 對不對 選舉要幫忙那是 變成說家人情意相對 對 啊 啊這個 出自來有多尊重 我覺得那些都尊重了 他就要尊重了 小孩子更要尊重他 人生是他自己的 我不要幫他決定他人生 但是有一個人生我可以幫他決定 我就是爸爸 他就是你兒 那沒找什麼吧 啊其他 每一個人選舉 或是每一個人做出的方法 就是他公司 他的事情 他也不會太過巴 你去跟他講一下 他也沒辦法 我那是你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我也會 我也會跟他 那是你的工作啊 我幹嘛 你最好 他說巴 我最好不要上面寫你的名字 我寫你的名字 除了增加我的困擾而已 然後我又跟他講 他的工作 不要 他叫我 他的工作上不會由我 我的工作上 有沒有由我 由他決定 他的工作有沒有由我 也由我決定 你不簽過一點弱部 不簽的 簽了幹嘛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常說嘛 我爸爸送給我最好的教育 是叫我協會做決定 人生的大小是你自己做決定 所以我十幾歲上來的時候 我們做老闆的啦 人生自己決定啦 一樣我送給我 你又最好的禮物 是因為爸爸都不藏在家 所以你什麼事都你要自己決定 你要練書也好 你要做什麼事情自己決定 隨著入東首波寒流報導 明天入夜之後 將會邁入最冷的時間點 各地氣溫奏降到10度左右 而近期不但只有流感升溫而已 新冠疫情也開始反撲 尤其是變異株JN.1來襲 不過臺灣都有維持確診通報 現在暫時不會啟動隔離措施 一早掛號看診人潮沒停過 氣溫奏降下流感新冠疫情 雙重升溫 新冠變異株JN.1橫掃全球四十多國 國際陸續宣布恢復確診通報 甚至重啟隔離 但疾管署強調JN.1公衛風險低 臺灣暫時不跟進 我們一直都有持續通報的措施 那至於隔離的政策的話 目前只有馬來西亞 就是認為要確診者隔離 我們評估認為這是一個恐慌性的措施 農曆年前慎防疫情反撲 加上冷氣團接力報導 入東首破寒流 威力驚人 臺灣上空一路延伸到韓國中國 從海面到陸地整片白茫茫 地表宛如冰封狀態 不難感受出寒流冷空氣有多強 全臺氣溫走降 預計最冷時間點落在週四晚間 到週五清晨 周部以北 宜蘭花蓮 低溫下探十度 金門離島只剩六到八度 北臺灣空曠地區 更有機會來到六度低溫 想上山追雪最佳時間點 就是週四下半天 到週五上半天 雪山山脈 太平山 拉拉山 都有機會下雪 就連臺北陽明山 也可能出現冰線 為了一堵白茫茫美景 追雪族已經蠢蠢欲動 近新聞 綜合報導 韓粉現在到底要挺猴 還是挺科大分裂了嗎 過去強力挺韓的五虎將之一 陳清茂 要號召韓粉 幫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站臺 二零二四選戰論壇 主持人王潛秋 就透露了五虎將分裂的內幕 陳清茂在韓國瑜出任 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之後 就發文痛罵韓國瑜 而資深媒體人吳坤裕也在節目中爆料民眾黨動員的簡訊 不敬禁時 刀